您覺得現在老了沒有? 當然老了 走路走不快了 不過我很幸運的是我腦筋還很清楚 還很幸運的我還可以走路 不需要整天坐輪椅 所以我想當然有時候不高興 走路不夠快 有種種的問題 不過當然我想想 我應該滿意了 因為像我這樣的身體 在我這個年紀 我想是很少有的 您覺得您身體這麼好 您覺得主要是得益於什麼方面? 我想很簡單 是基因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陽家傳統都有糖尿病的問題 我的祖父就是糖尿病過去的 我的父親跟我的叔叔 他們都是晚年都受到糖尿病的痛苦 他們最後過去都跟糖尿病 多多少少有一點關係的 可是幸運的 我母親帶來了好的基因 所以我的兄弟姊妹幾個人都沒有糖尿病 你母親的基因 你父親裡面的基因 所以我想 這基因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我也有很多別的幸運的地方 因為雖然我在年輕的時候 在昆明的時候 那是抗戰時期 現在想起來 整個抗戰八年在昆明 我並沒有餓肚子 不過也沒有真正吃飽 後來我到了美國 真正吃飽了以後才知道 我在昆明的時候 從來沒有過真正吃飽的感覺 不過幸虧我那個以後呢 一直在經濟條件 在與我幸運的都還好 所以這個與我今天能夠長壽 也有密切關係 當然還有一點呢 我從六十多歲 七十多歲開始的 我就常常走路 所以每天要走一個鐘頭的樣子 這個我想與我今天還能走路 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您現在還經常走路 我現在每天還要走 現在每天其實 只能拿這個鬼根在家裡頭 走十分鐘的樣子 那也很不容易 不過這走十分鐘對我是有用處的 我自己感覺到 為什麼呢 因為走了這個 這十分鐘 走了三四分鐘以後 我就可以感覺到 我這個下腿 就變得暖和了 我才想是雪跑到裡去了 這個我想對於整個身體 你的血液循環都有好處的